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选宁只是路过 并非故意 也不想打听先生的秘密 只是方才那人说 玉如意是冲着燕家来的 此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燕灵的事就是学生的事 先生若不告诉我 我就只好将经验所见所闻 全部告知旁人 凌儿 你是觉得我心太软 太好说话是吗 自你入宫之时我就警告过你 不要惹我生气 你自私聪慧 便觉得无你不能 管了一桩周迎之的事 就以为自己可以插手朝堂之争 你自以为很关心燕家 但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所作所为 会给燕灵带来多少灾祸 毫无规矩 管烈成性 还不知悔改 少师大人所言极是 那您呢 方才那人说的什么宫仪城 和您又是什么关系 玉如意之事 又有多少与您有关 给燕家招货的 究竟是我 还是您 卫居一朝少师竟然怕猫 当真是稀罕 想来这也是高高在上的少师大人 又一桩秘密吧 我不过一只小小的蝼蚁 却屡次能让您害怕 原来 完人也有所谓 原来圣人也有所惧 完人却有所谓 圣人却有所惧 然而谢母既不是完人 更不是圣人 张雪妮 你凭着自己有点小聪明 从不肯掩饰锋 可你该记着 如果一个人 不愿触碰某样东西 未必全是畏惧 也有可能是痛恨 憎恶之极 刑柯几时钟 不过是个欺贫小官吧 回太后娘娘 张大人入刑部短短时日 就已经处理妥当 积押了大半年的刑明之事 乃是各种好手 臣唯恐力薄 慢带了娘娘之事 事已带了张大人 暗情之事 路上都已经知晓了吗 都已经说过了 那你二人就给我好好的查 看看 那你二人就给我好好的查 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小人在作祟 敢问今日一案的物证 现在何处 陈大人请看 张大人也看看 白鹿纸 普通信件尺寸 凯体字迹 臣在来的路上 已越了欲如意上 所和内容的踏板 的确与此些内容无异 张大人的意思是 这东西在谁的手里 谁就与逆党有关 未必 物证如此明晰 还只是未必 张大人是何居心呢 与逆党有关之事 本就错综复杂 律力有言 无证不罪 单偏一张纸 伤不能定罪 还需查清原委 方能断言 张大人果然是个职臣呢 那是自然 敢问此物 是何人 何时 从何处搜来 是咱家 以娘娘之命 在宫中清查 今夜鸭政一刻 紫阳指摘 将选宁房间抄见而出 房中很大 不问的是何处 是夹在书案上的一本书中 藏得十分隐秘 若非仔细翻找 恐怕是难以发现呢 什么书 这个 回大人的话 小的不大实的字 就记得那书皮上有四个字 只认得一个画字 书呢 没一并抄来 问你呢 这 是围炉诗画 臣女的案上只放了这一本书 且在黄公公带人来搜查前一个时辰 刚刚读过 案上其余都是些笔墨纸验 事已记得清楚 娘娘 臣关这位姑娘脸色不对 可否恩准她先起身 臣知空审问一半 她就晕厥过去 会耽误案情的 只怕 她不把我这泰安殿 先安了都是好的 你起来吧 是 是 江二姑娘 殿下 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 她 不是 我是来找你的 江姑娘 虽然我不知道你跟燕林发生了什么 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 从前她是最舒朗不羁的性子 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 我问她她也不告诉我 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 这世上很多事 却难与人说 若殿下方便 选您想请您带句话给燕林 您只管对她说 疾风之静草 云开见月明 有些事 只要守得住 就一定会有转机 雪宁 那张纸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好端端的 怎么会和这种事折扬关系啊 你一个人死不算 还非要拉着我们一起 这算什么道理 纸本来就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 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有人要害我 我自然要拉几个垫背的 想让我不清不楚吃了这蒜饺 想都别想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怀疑我们啊 若真清白 又有什么可怕的 这件事是从羊纸斋出的 横竖大家都跑不了 与其被人刮田里下的纸斋 不如今夜就一同去太后娘娘那儿 分辨清楚 这话说得倒是不错 深正不怕影子邪 咱们解释清楚就好了 想来太后娘娘 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太后娘娘有旨 又立刻将人押去太安殿 亲自审问 姜儿姑娘 太后娘娘有旨 卓杂家立刻将人押去太安殿 娘娘要亲自审问 黄公公 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娘娘说了 所有半毒都要前去 既是审问 总得审问清楚 免得有的人口不服 心也不服 那便走吧 你不是要押我吗 岂敢哪 这档针是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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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无意境 又无逻辑 赵大人 尤其是这句空山不变花 更是不知所云哪 前面还在空山 这转眼就是一庭案 倒是窃提 有风有月 有山有花还有云 就是太不入流了 先生此话当真 自是当真 王老先生 谢大人 谢大人 因何来此啊 王老先生 这首诗可否借谢某一关 您请过目 谢大人 谢大人以为这首诗 写得如何呀 我倒不知 这诗原来不入流 有这么差吗 是是是 那 您的意思是 二位静笑了 这首诗是在下旧日之细错 胡乱邹成 尚不得台面 谢某不敢搬门弄斧 肆意平叛 谢大人 这 这 宁儿 这首诗到底怎么回事 先生恕罪 我今日在您那练琴 因担心王老夫子的作业 所以顺手借了一张 学生知错了 我这就去罚站 这